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10月5日 星期三 我們曾經聽過一句說話 在這個大陸 一個三樓歌手 賺的錢 都比香港 你做十年 這個 說的 說話的人 叫做側田 側田的名字叫做羅定偉 他就化名側田 近幾年 去了泰國生活 到了8月才回香港 開兩場音樂會 據說反應也不錯 他就再宣布11月再開兩場 即時 有人幫他找回他 曾經說過的話 他原來 在2006年3月就開了第一場 處臨的紅館 當時反應也不錯 所以他是添食 但是 他回到香港 賺食也被人翻舊 當年你說的香港市場 不重要 香港市場還有甚麼價值 在北京做一個三樓歌手 賺的錢也比香港的明星 救資萬六十倍 所以 他 完全放棄了 香港市場 回大陸 但是為甚麼現在又回到香港呢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其實不只是他 最近 至少有兩個 我這樣看得到的 搜尋到的 也有兩個 回到香港開演唱會 一個叫楊千華 一個叫陳奕迅 一個叫陳奕迅 其實他這兩條都是同期出道的 出道了二十多年了 為甚麼 同期出道 同期回到香港開演唱會呢 最近很多藝人 回到香港 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是不是大陸的市場已經沒得吃呢 人民幣洗光 我看到網上有人說他 是不是洗光人民幣呀 現在沒有錢了 要回來是不是 所以這一節 要跟大家盤點一下 究竟是不是香港市場 不重要 還是現在香港市場突然又重要了呢 被人翻舊的側田 其實那個時間是 2016年10月26日 當時他 回了大陸六年 之後 首次接受訪問 他說 在北京做過三線歌手 都比香港多賺10倍 我不明白 為甚麼還有人覺得香港市場重要 當然現在他明白了 原來 大陸市場找不到吃 大陸已經沒有 不再給他飯了 肯定啦 如果不是他要來香港 大陸做過三樓歌手 都比香港10倍 那麼你是多少樓歌手 你告訴他 你是九樓 九樓也多香港兩倍 正常來說 對嗎 無論是多少樓 都比香港 只要比香港 有甚麼理由要回香港賺吃呢 對嗎 側田在8月份來 添食 那麼大陸的情況是怎樣 大陸其實是不是那麼差呢 當然不是啦 我們看到也還有人找到吃 不過少數 很多回大陸找到吃的藝人 已經找不到吃了 已經沒有公開了 其實大陸也不是每個人都有公開的 我們看看 大陸有些演藝人 不是太紅那些 已經找不到吃了 已經沒有公開了 還有一段時間 何況你們這些香港的明星仔 歌星仔 楊千華也一樣 我們 講楊千華跟陳奕迅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拍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說回我們現在的主頻道 我們被封了七天 下個星期才可以開發 那麼現在 我們主頻道 其實無限都可以用主頻道的 因為主頻道大部分 最近也有廣告 我們放進list的全部都有廣告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如果沒有進list的那些 就不需要 後備頻道很麻煩 因為很多時候後備頻道都沒有廣告 都是黃標的 好像昨天我跟袁爸爸做的那四節 全部黃標 後面那四節 阿Johnny做的那三節 再加多一節 才有廣告 也很難 也很糟糕 而且 黃得太久 廣告非常低 一個月只有幾千鈔 其實也不夠出錢 不夠出一個員工 所以 也不會記著什麼厚望 我當這個星期要是零收入 就算有也不夠啦 這個也不要緊 下個星期希望 能夠重新過來 以及大家現在繼續支持我們的毛恨粒 也可以有一點收入 我們說回楊千華 他對上一次 這個演唱會已經是紅館2020年 當時舉辦六場跨年演唱會 結果疫情反彈就要取消 其後他就回大陸發展 甚至乎移民到上海 大家記不記得他放棄香港移民到上海 當然大陸就十分地捧他 說他是恆酒的CD 可能大陸人沒甚麼懂得唱歌而已 未必是的 近日就說他會在亞洲博覽館一年兩場的演唱會 又說因為 楊千華的歌迷會成立25周年 希望跟歌迷見面 實際上 見面不要緊 最重要是 在香港有飯開嘛 是不是 好 這個世界是很現實的 如果有飯開的話他就來香港 要追求你們 他就告訴你 我主要尊重大陸 主要尊重大陸市場啦 你們香港沒有了 沒錢啦 你們 你們不夠人有錢啦 陳奕迅也是一樣 9年沒有在香港開演唱會 12月 從林洪館 這次 10月6日就已經開始發售了 18場演唱會 這次就賺回了這兩年的錢啦 他就說 這次18年的跨年演唱會 打破傳統 取消銀行稅用卡優惠先訂購 門票有五成人公開發售 每人買四張 希望可以 更加多機會買到門票 原因呢 之前 其實他已經 搞過了 19年 取消了演唱會 之後疫情 一再延期 他 一直都開不了演唱會 現在全世界都通關了 其實可以的啦 因為你看到那麼多人 例如MIRROR 當然是出了事啦 之後林家謙也開演唱會 然後請了他上去 他也當然 新進 後起之手也開演唱會 我當然是 做大哥 當然是希望 出來撈一筆啦 現在 其實 全世界都開關了 你如果要搞演唱會 一定可以的啦 問題呢 會不會考慮大陸啊 當然不會啦 因為大陸你也知道甚麼時候通關 主要就是那個不確定因素太大 你哪有夠膽在大陸訂桌呢 訂場不夠膽 訂了也可能開不成 浪費很多錢 又要宣傳 又要人力物力籌備 結果一個吳光耀告訴你 豐城 誰敢去這些地方開演唱會 況且現在大陸經濟差 可能演唱會的收入也會大減 至少商業贊助也會大減 很多公司也不行 尤其是搞娛樂的 所以 現在他們的重心 我覺得 接下來 重心回香港市場 最近香港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那些電影 很收得 最近幾套電影 有套 煩氣攻心 有一套 含家辣 收得不錯的 那個票房 是很厲害的 為甚麼呢 原因就是 因為香港人忍得太久 攻得太久 他們覺得要支持 一方面要支持本地 由古天樂大動起 投資了多少億 投資了多少億 然後就收回幾千萬票房 大陸不知道幾千萬票房 不過如果你相對來說 如果兩者比較 煩氣攻心有五千萬 你的六千多萬 我覺得 黃子華成功一點 起碼黃子華不用拿幾億出來做特技 你的電影 香港可以自己拿錢出來拍攝 是不是可以賺到錢 我一直都說了 你要香港電影找出路 你要有香港特色 而不是用錢去堆砌 你找大陸公司做 用錢去堆砌 放幾億下來 在香港收幾千萬票房 那有甚麼意思呢 最終是不是要靠大陸呢 如果你不是靠大陸 你收不回成本的 煩氣工心的影片 在大陸播不播得呢 我不知道 但是起碼只是香港那條數據也能收回了本 這些才是香港電影出路 古天樂那條不是香港電影出路 那條是死路 你要靠大陸資金 要靠大陸票房才能回到本 那怎麼拍攝 你是不是要先遷就大陸市場呢 反而我更加欣賞煩氣工心 含家蘭這些本土創作 純本地創作 大陸人都未必懂得看 問題就是 他那個成本 你可以收得回來嗎 起碼有機會收得回來的成本 現在票房獨立王子華也回生了 真的恭喜他 其實他演戲不差 問題就是 他好像觀眾不受落 其實王子華現象 我覺得很奇怪 他那麼受歡迎 動督笑 電視劇那麼受歡迎 又那麼好笑 但為甚麼拍電影 次數都不差 可能真的是 因為他那個思想太前衛 他想的東西比一般人 想了很多 所以 你看他的電影以往肚肚都滑鐵爐 肚肚都不行 現在希望 可以 在電影方面可以大氣晚成 說回這個 有沒有飯開的問題 當大陸沒有飯開 人們就回到香港 還是覺得你最好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Discount